彰化線線機箱 溫載漁港沿岸停烤漁船 竄出農業烈焰 紅紅火光照亮夜空 如果民眾發現 趕緊通報警署人員 漁民聽到港口發生火警 紛紛來到現場查看 就怕自己的漁船也被波及 而發生火災的船主 看到自己的身材工具 陷入一片火海 著急不已 13號晚間8點多 停在港口邊的四艘漁船 突然燒了起來 經過了解這四艘 日前才因為捕獲烏魚 總算有點利潤 如今卻又發生火災意外 造成三艘幾乎全毀 是港區有史以來 首次發生的火燒漁船 不少漁民都說 是淘海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碰到 出谷損失超過7000萬元 不僅如此 距離農曆春節剩不到一個月 到時恐怕沒有漁船 可以出海捕漁 影響漁民生計之餘 還可能導致漁獲量減少 連帶造成市場價格漲幅 如今除了要修復漁船 也要盡快釐清起火原因